说到台湾的足球 从六十几年前的辉煌 到如今已经没落四十多年了 直到了七年前 一个人的加入 破天荒地让一万多名的球迷 涌进了足球场观赛 这个人 他就是台发混血儿夏威延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 叫做陈昌元 原来他的爷爷 曾经是中华民国外交官 父亲娶了法国籍母亲 生下他之后定居在比利时 也因为一段深厚的祖孙情 让他在2011年 舍弃的比利时 甲局足球联赛球队 踢上了中华队的战袍 但在去年退役之前的最后一战 撑着受伤的左脚 逆转延的亚洲杯资格赛小组 排名第一的巴林 五位之队了 但还是被对方给踢进去 再送出来陈昌元 假动作找人直接往进去 中华队 成功了 进了 进了 还是让到陈昌元的助攻 太棒了 时间到了 最少赢了 太漂亮了 宋王队赢了 我们打败巴林了 这是陈昌元退役前的最后一战 戏剧性逆转赢了小组排名第一的巴林 算是送给陈昌元最好的礼物 因为上场前 他左脚的旧伤复发了 我肯定会有疲惯 但这是最后一战 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 愿意付出一切的背后 是一段深厚的祖孙情 外籍名字叫做夏威耶的陈昌元 他的爷爷陈庚生 1949年随国民政府来到台湾 军职退役后 被派出到非洲 美国 欧洲 好几国的外交使馆工作 在非洲刚果生下陈荣帝 也就是陈昌元的父亲 后来陈荣帝在比利时念大学时 认识法国籍妻子 生下两个儿子定居比利时 他是弟弟 他有一个哥哥 这是陈昌元2011年 在护镇事务所 办理入籍中华民国的画面 决心这么做 是因为小时候 父亲担任日商银行 伦敦总行总经理 爸妈都忙于工作 爷爷奶奶飞来比利时 照顾两个孙儿 因此当中华队向陈昌元招手时 他没有想太久 就下了决定 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叫陈昌元 我是陈昌元 在这之前 他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 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 却没有选择当律师 陈昌元大学毕业后 决定当个足球员 效力比利时甲级足球 美赫轮队 年薪将近三千万新台币 2011年起高新转而披上中华队战袍 穿上8号球衣的陈昌元 上场的第一站对上马来西亚 下边有了 3比2赢了比赛 几年后的亚洲杯足球资格赛 对上新加坡 现在换陈昌元来发挥 再加 下边 直接第一时间起脚 陈昌元 从比利时回归 五球贵公子 比中华队在这场重要比赛里面攻进第一球 2比1打败新加坡 陈昌元效力中华队期间 总能以第一球进往 带起全队士气 已经起鸡皮疙瘩 真的是没有办法想像 刚刚下位也送这么精准的一个穿球 虽然陈昌元会说的中文没几句 但会拿筷子最爱吃小笼包 他的血液中有着祖孙间浓浓的亲情 对陈昌元来说 有爷爷的地方就是家